韩国艺人郑俊英、崔忠勋等人涉嫌性侵一案 今天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开庭 郑俊英与崔忠勋在庭审中承认偷拍 但坚持他们与被害人是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发生的关系 郑俊英、崔忠勋因散布偷拍的性爱视频被拘留 在两人被拘留期间 陆续有受害者指控曾被郑俊英、崔忠勋集体性侵 而两人虽然承认偷拍散布视频 但始终坚称从来没有进行性侵 法院将于8月19日对郑俊英、崔忠勋涉嫌集体性侵案进行第二次庭审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